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对客观准确的 不过这只是半周时间的观察 他们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甚至包括可能的季后赛来 完成第一阶段的停下 以下将结合 最近的季前赛表现 先对这些新秀进行一次简要的印象分析 括号内 为各新秀的首轮顺位 爱德华兹一 需要在防守端影响 球队加 更高效的得分 本届状元爱德华兹 在对阵归雄的两场季前赛中 分别以较低的投篮命中率 得到5分和12分 看来这名天赋出色的年轻球员 在某些方面 仍然令人担忧 并且这并不足要是他的投篮问题 或许让爱德华兹 怎样打能让森林郎取得更多比赛的 胜利这种问题 才是目前需要关注的 现在爱德华兹 至少证明了他 能在防守端帮助这支 失分率高的球队 他的外线 出手过多了 其实他已展现出 能用其他一些手段 得分的潜质 目前他在转换 攻况和空切等方面 都做得不错 拉梅洛鲍尔三 改善防守习惯家 在投篮方面有所提升在讨论拉梅洛鲍尔时 不宜指专门有些挑剔性质地指出 他在投射水平方面的欠缺 结合他的定位 在黄蜂这支 年轻的球队中 拉梅洛需要 连同球队整体 在防守端变得更好 这样他们的冲击力和活力 加上拉梅洛本人的传球视野 能产生更高效的转换进攻 当然 拉梅洛没有理由 不提升自己的突破 与中远投威胁 若想成为一名 优秀的空位 他必须以一定的个人 进攻能力为基础 才能更有效地发挥 组织串联的天赋 艾萨克 奥科罗5 顶级的防守天赋家 进攻加成令人期待 奥科罗在骑士 对阵步行者的两场季前赛中 已充分证明了自己 如果骑士新赛季的相对实力有所提升 那么这名新秀 会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的骑士 如果德拉蒙德可以打至少一个赛季 那么他 迦兰德 温德勒以及奥科罗本人等 将会在球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看起来新的赛季 新的战斗力和新的战术打法 有望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骑士解决困难 如同之前已展现过的那样 奥科罗在进攻端可能会变得关键 当然 以他的特点 只需要做到那些 应该做到的就已足够 帕特里克 威廉姆斯4 基本实力可以确保 上升空间 有待观察在公牛主场对阵火箭的两场季前赛中 无论胜负情况以及发挥怎样 帕特里克威廉姆斯都始终有一些正面的贡献 这反映在球员正负值上 可以看到他在公牛的战术体系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这还不够 目前他的提供空间的能力和战术意识都比较出色 而他可以带于马尔卡宁这样的核心内线搭档以及侧应球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总之 在讨论帕特里克进一步的发展时 基于帮助球队取胜上面的数据 比其他数据应该更具参考价值 基利安海斯7和奥比脱平8 基础性训练合金 验的积累过程 整体看来在两场尼克斯做客挑战活塞的比赛中 这两名新秀的表现都不太理想 看起来在各自球队取胜的过程中海斯和脱平都不是主角 但在两支整体实力相对不足的球队中 两人都能成为促使球队获胜的关键成员 海斯的前置一直就被活塞看好 他没有必要为自己在某些方面的较差的表现而自责 只需尽可能地利用好得到的机会去提升自己的实力和篮球经验即可 脱平的进攻天赋能让他成为之后尼克斯进攻端的关键球员 这样除了RJ 巴雷特 佩顿和兰德尔等人之外 尼克斯在进攻上的配置更加丰富 选择也更为开放 脱平在身材和技术上有着较为明显的优势 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的就只是足够的练习 选位意识 以及与队友的一些沟通 阿夫迪亚9 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发挥 将是奇才队的重要收获 首先阿夫迪亚的天赋和潜力不可否认 而现在更多要关注的是他与球队的适合程度 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间讨论为什么他在奇才取得一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阿老板